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 我对疫情期间实体与线上课程并存的一些想法 首先呢,我要先和大家说明一下 这部影片当中并没有任何实体与线上课程并存的软硬体操作示范 网路上呢,有非常多的名师 他们示范了许多种实体与线上课程并存的操作 至于他们所示范的方法具不具体 合不合理,可不可行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答案 我也不会多做评判 在这部影片当中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他的东西 在我的YouTube频道中 有上千部关于国小中高年级的数学教学影片 但我相信有许多人其实是在学习吧 或是军医教育平台上面看过这些教学影片 但是大家并不知道这些影片都出自于我这个频道 所以今天我想与大家聊聊关于我 以及为什么我会录制这些数学教学影片的事情 在军医教育平台五周年特刊的活动之中 他们对我进行了一场访问 当时他们问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会想要当老师 而当时我的这个回答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特刊里面 也许他们期待听到的是一个很高尚的回答 但我当时给他们的答案 只是为了吃饭 是的 我的答案就是那么的庸俗与现实 也难怪最后没有被登在他们的特刊上面 我是建国高中五十届的毕业生 当我刚考上建中的时候 我是当时周刀同学中的优秀学生 但在建中 比我优秀的同学实在太多了 这个环境让我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学生 我承受不了这种变化跟挫折 最后 逃学成为我逃避现实的方法 一直到了联考的前三个月 我发现这样下去不行 让我会有这一种想法 并不是我的高中老师上演了什么感人的戏码 也不是我看到了什么振奋人心的现象 像是小于逆流而上的行为之类的 惊醒我的 其实只是血淋淋的现实 我的家庭其实并不富裕 但是要上重考班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花钱的 我不认为我的家庭有办法为我 或是应该为我的堕落 来花下这笔钱 所以我在联考的前三个月定下了三个目标 第一就是我绝对不要重考 第二是我一定不要读私立大学 原因跟前一个一样 都是非常非常花钱的行为 第三呢 就是未来的工作不要太难找 因此在高三的最后那一个夏天 我决定要成为一个小学老师 因此我成为一个老师的原因 并不像网路上的许多名师一样 我没有百年数人的崇高理想 也没有春风话雨的伟大之向 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份工作 但我认为 正因为我是因为理性 所以选择了这一份工作 而不是因为理想而从事这个行业 所以我能够更理性地思考 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好 而不是把自己的理想 强压在我的学生身上 那当时我的班上有许多新住民 其实他们很聪明 他们家长的学历也不低 但他们的成绩却相对的偏低 后来我发现 即使这些家长在原来国家的学历不低 但是因为语言的关系 他们没办法在台湾 帮助他们的孩子复习 因此我就想到利用 数学教学影片的方法 来帮助这些孩子 即使家里没有人能够协助他们复习 至少网路上也有影片能帮助他们 但我到底要录怎么样的影片 才是好的 难道说我只是把我上课的操作 整个录下来给他们看吗 可是换个角度来想 如果他上课都不一定专心替我上课了 难道回家录成影片 他就会愿意看吗 我是回到我自己小学的母校服务的 在我小学以及我教师生涯中的恩师 徐瑞奎老师 他一直是资讯融入教学的先驱 在发展资讯融入教学的课程当中 他一直提醒我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一个老师 他光用一支粉笔跟一个黑板 就能够把学生教会教懂 那你又为什么要强迫这个老师使用资讯设备 所以资讯融入教学千万不是为了做而做 毕竟我们教学最重要的目标 是要让学生学会东西 理解东西 而不是你用什么东西去教学生 资讯融入最重要的目标 是要利用资讯设备 来做到黑板上面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因此 我把我的教学影片的重点 摆在动画的设计上面 毕竟高年级的数学 已经开始由具象走向的抽象 因此我想利用动画来协助学生 学习抽象的数学概念 而为了方便编辑与修改 所以我选择使用PowerPoint 来进行动画的设计 利用了PowerPoint 我设计了在许多人眼中 颇为神奇的动画 像是这个原面积公式的推导方式 或是等量公里的填平概念 还有许多无法在黑板上 所呈现的数学概念等等 到了2012年的时候 诚治教育基金会的方兴州董事长 他找我合作 希望能将我这些数学教学影片 放在他的军医教育平台上面 那我当时被方兴州先生的理念所打动 因此与诚治教育基金会 开始进行了合作 而在今年5月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又和学习8的总监陈奕文先生 合作了把我的数学教育影片 放在学习8上面 然后就来到了现在 接近开学 上级忽然下达了要老师进行 线上与实体并存的课程 我们先不论这个做法实不实际 效果有没有用 你会发现到 这些下决定的人 往往都是不用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但是虽然他们不用做 我们这些在基层的人 还是要想办法去执行它 当然 就如我一开始前面所提到的 网络上已经有许多名师 演示了许多实体与线上并存的方法了 而我自己呢 也针对这件事情 有三种想法 第一个方式 就是直接把实体课程 也当成线上课程来上 也就是说呢 来到了学校的学生 他也和在家里上线上课程的学生一样 使用资讯设备来上课 而前几天联合新闻网 刚好有一则新闻 新闻中的这一张照片 就是我认为把实体课程 当成线上课程来上的方法 可是这个地方困难的就在于 跟这张照片上所显示的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学校 能够有如此充足而且豪华的设备 给全校的学生使用 每个学生一人一台iPad 当然我们也不太可能要求所有的家长 让他们的孩子带着资讯设备 来学校上课 毕竟这也不是每个家长 都愿意提供给学生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想法的困难点 第二个方法 就是直接把实体上课的过程 进行直播 但要这样做的话 我认为一间教室除了老师之外 还要有多一个人力 来操作摄影机 追着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资料画面才会清楚 毕竟如果你只是单纯把一个摄影机 在教室后方拍着整面黑板 我相信在家里看直播的学生 想要看清楚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 应该是非常非常吃力的 所以呢 第三种方式 是我自己认为最可行的方法 就是将整个教学流程 所需要使用的教材 全部都数位化 老师将价材呢 使用电脑搭配投影机 投到黑板 或是投到布幕上面 那电脑本身呢 同时也开启Meet 或是其他的视讯软体 将数位化的教材 直接进行分享 那来学校实体上课的学生 就看着老师 在黑板上或布幕上进行操作 而线上学习的学生 也利用Meet 或是其他视讯软体 来看着老师分享的教材 这样子两边都可以进行 同步一样的教学内容 那当我和我老婆 聊到这个想法的时候 虽然我老婆 她并不是教育界的圈内人 但是她对于 把所有的教材数位化 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教材的内容 必须非常非常的完整 因为刚刚这种方法的前提中 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是不可以写黑板的 因为你如果一写黑板 那么在线上学习的学生 他根本看不到 你在黑板上写了什么东西 那这样子 他的学习就会产生中断 我就以我做的这些 数学教学为例好了 整个教学流程 有教材呈现 有计算过程的撰写 有迷失概念的解析 这些全部都必须设计好 才能够顺利地进行 全数位化教材的教学 但是这么做的话 老师们会增加 非常非常多的备课时间 来设计全数位化的教材 那在这疫情肆虐的局势下 我希望能够帮到 所有辛苦的同行 因此我决定呢 把我这几年来 为了录制教学影片 所设计的简报动画 全部都分享出来 那等一下分享给大家的所有简报 我使用的是 创用CC授权的姓名标示 非商业性 以及相同方式分享 因为我所使用的影片 都是用PowerPoint的制作 所以它是非常方便 各位进行修改的 如果说呢 你使用了我的简报 你能够把它修改得更好的话 希望你能秉持着 我前面创用CC的精神 把你的名字 加到我的简报上面 然后把这个简报 继续分享出去 那至于要如何下载 我的简报呢 麻烦各位回到你目前 正在观看的这部YouTube影片 卷动轴往下卷 打开下方的资讯栏 显示完整资讯 第一个连接点下去 它会打开一个Google云端硬碟 那里面 由我当时所设计 三年级到六年级 所有的不编版的数学简报内容 那五年级跟六年级 所有的内容是完整的 中年级呢 因为当时是军医教育平台 希望我协助他们开发 中年级的教材 所以中年级的教材 并不完整 我只制作了他们当时 需要我所设计的教材 那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轻易地下载来使用 希望这些东西 对于各位辛苦的同行老师们 在疫情期间能够有所帮助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 拜拜